消防員出動破壞件搶救受困車內的小貨車駕駛 但車門變形實在太嚴重 讓救援工作格外困難 為了擴張救援空間 拿出推頂桿支架增加受力面積 好不容易將車門搬開一個洞 救援任務才正要開始 慘叫醫生終於在兩名消防隊員的協助下脫困 躺上單架送醫急救 小貨車擋風玻璃碎成蜘蛛網撞車頭扭曲 變形整個凹陷壓縮到駕駛座空間 但最讓人驚恐的是 車上載著滿滿的瓦斯鋼瓶 因為車禍撞擊散落一地 就是到了現場我們先確認 瓦斯鋼瓶的鋼瓶口那邊 是不是有外洩的行李 然後安全法是不是有殘開 然後確定沒有之後 我們才轉開救援 車禍發生在汐止汐萬路上 當時載滿瓦斯桶的貨車要下山送貨 喊對向另一輛貨車匯車時 疑似因為對方轉彎跨越雙黃線 對轉後失控 造成駕駛受困車內 消防員花了20分鐘搶救 雙方駕駛送醫後都沒有大礙 也索性載運的瓦斯皮沒有外洩 造成二度傷害 記者楊格坦克蒙 新北市採訪報導 高雙方駕駛